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对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重要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台将会有一个人 不是不应该用人 应该用人物 将会有一个人物 是全球华商50岁以下 而50名的其中一个将会为我们站台 那如果我是个主办当局 那我是个organizer 我把这个轮带到中国去 那你觉得我会怎么卖 我肯定这个票不卖8000都卖1万对不对 因为全球华商 在世界上有谁拿过呢 就好像李嘉诚啊 这些波赫年啊 这些 成龙啊 这些 所以这个人不简单 那搬到中国的话 我相信在中国 很多的商人 很多的企业家 都会 都会怎么样呢 都会 很尽力地去买票 给他们的最高层 给他们的CEO 来上这一堂课 那今天 他不是在中国 他今天在马来西亚 有的人 从老远坐飞机来 很多人 有的踏巴士来 有的真的包了巴士来 那今天 这么多人 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商人 或是企业家 各位老板 各位企业家 大家 早上 好 那我在想 3500人的声音 是这样的声音吗 好像不对 三千五百人的声音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对不对 应该一喊出来 我就 吊巴 对吧 各位老板 各位企业家 大家 早上 好 那今天 我要为大家分享的 就是 procedure procedure是 简单 符咒 倍增成功 那把它浓缩一下 我们就被它 我们称为它系统 好吧 我们就称为它做系统 那系统这个东西 我在想要怎么谈 而它是最难谈 所以它是最重要 因为它很难谈 我们来看系统 reway一直来这五年 可能这五年来reway reway人他觉得 reway好像没有系统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感受 都没有系统的科本 或是系统的书本 对不对 那 又感觉上 reway好像没什么步骤 没步骤 那是不是reway没有系统 跟没有步骤呢 不是 是因为reway的系统 跟步骤 简单到 我们感觉不到 因为个人认为 系统它不是 用来 讲的 有很多很多在外面 我们看得到 我不管是 传统的公司 或是 直销公司 很多人 在卖系统 专卖系统 那产品就不重要了 专卖系统 哇讲到系统 几厉害跟几厉害 那系统真的可以用 口讲出来的吗 它不能 它是要以身作则 而一个人 要以身作则 用行动做出来的 那个才是叫系统 那我们来看全世界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样东西 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 麦当劳熟悉吗 麦当劳熟悉吗 熟悉哈 有吃过麦当劳的薯条吗 有哈 好不好吃 有的觉得OK 有的觉得好吃 但是麦当劳熟悉大致上 我们都能接受 大致上我们都能吃 但我们来看 自我所知 在新加坡 炸那个薯条的 我们来看炸那个薯条的 是什么人 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士 退休人士来炸这个薯条 炸到这么好吃 奇怪了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看到的炸薯条是什么人 外劳 可能一个外劳在炸薯条 出来 喂 它的standard一样的 也是这么好吃 那这个外劳是不是 专业的炸薯条师呢 不是 对不对 他说以前在他的国家 是炸薯条 不是 是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课题 就是系统 因为有系统 我们来看 这个系统到底重不重要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了这个系统 我们就没了这个方向 对吧 对 那我们来看 系统到底 它是怎么样来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因素 进入了这个系统过后 出来呢 就是结果 那系统 我称为它 黑箱好不好 Blackbox 这黑箱 那我们来看 这系统呢 很多人一直在追求 以为写了一个系统 就能做得很大 未必 未必 因为我本身 也曾经写过策略 也曾经写过系统 而不是为一家写 有的传统公司 有的是那种 counter的公司 有的就是直销公司都有 那我曾经写过 178 哇 这个名称好像很好听 对不对 一个观念 七个态度 八个方法 有可能做得到吗 有很多人做不到 讲是很爽 要做真的很难 很难 难道人 我们来看 我要谈的这个东西很重要 它系统就是系统 系统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 对吗 是这样谈吗 耶稣 那我们来看 比如讲说 我讲一棵树 我们把一棵树 种在一个花盆里面 我们每一天 都浇水 施肥 那这棵树 能多大棵 就看 那个花盆 有多大咯 它就能多大棵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把这棵树 把它搬到森林里面 去种的话 那我想问 它有没有可能 比现在更要大 比现在更要壮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是因为这棵树 它本来就是要在泥土里面 那这是因为 它进了森林过后 它跟其他的植物竞争 跟其他植物竞争 它可能 是最高的那棵树 为什么 因为它要得到最多的阳光 它可能是最壮的那棵树 为什么 因为它要吸收到最多的水分跟营养 对不对 所以系统它不是耶稣的 我刚才讲了 我写过178吗 对不对 那真的一个观念 七个态度 八个方法吗 人只有七个态度吗 如果好的态度 100个都无所谓 对不对 为什么要 耶稣到七个而已了 那我们讲方法 有八个方法 那人真的有八个方法而已吗 更多好的方法 我们都能接纳嘛 对不对 最重要的 我们看结果 所以这个黑箱 经过了这个黑箱 我们最重要看结果 那VV我刚才讲了 它的系统 简单到真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在行动 都在做 做到我们自己都没有发觉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系统 那第一个我们看 VV的系统 第二 我们讲工具 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一个警察 他的工具是什么 枪 没有枪的话 糟糕 他自己跑 不是那个贼跑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很多很多 的行业 都一定有他的工具 这工具 就是系统里面的 其中一个 那我们Reway有什么工具呢 我们来看我们Reway 第一本是什么 我们有一本很重要的 一本书 那是什么书 啊 OBB 你看前排全部都知道 就是我们的 创业说明会的这本书 那我们来看OBB 因为我一进来 我一进来 我第一本熟练的东西 就是OBB的书 为什么呢 这OBB的书 很多人很看 看扁他 觉得说 这十多页的东西 能谈到 心弊事异的东西 这本 Business Opportunity OBB 就是这本书 我们一定要熟练它 因为这本书 带给我们今天 今天Reway的野鸡 不要小看它 那这本书呢 只有十多面 十多页而已 那很多人跟我讲 四天四天 十多面而已 我每一天这样谈 每一天这样谈 很显的 没有其他 Business 他自己就会加Business 对不对 他加到五面 自己加到十面 可以用吗 简单的系统就好 这十多面 为什么我很敢这么大声讲 因为我们要看结果 对不对 这个结果是最重要 因为只有 你看这十多面 Reway今天做新币 四亿啊 看到吗 只有这本书 你现在叫我背 第一面到最后一面 我是滚瓜烂熟 因为我记得 我第一次进来 我问我姐姐 我姐姐是业力 我问我姐姐 那我要做什么 她说第一 你把这本书练好 好不好 可以 那看到吗 因为这本书 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熟练它 而不要 加多自己的 Business 下去好不好 加Business 下去害死自己而已 好不好 不要加了 那我们还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有的工具 我们还有的工具 就是正商 大家知道正商是什么吗 看那个什么新潮 什么女友 当作是杂志来看 但是这公司 出这正商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真的能借到利的东西来的 那我们要知道 有的人真的很想知道你们公司到底是怎么样 它的历史是怎么样 我们哪里看得到 我们在正商就看得到 对不对 那我们要看哪一个领袖 哪一个人 它的成长在哪里看得到 在正商 那公司做了什么活动 在哪里看得到 也是正商 所以请问大家 正商重不重要 它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最好t up的一本书 所以好好地去看 好好认认真真的去看 这正商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有时候我只是一本正商 我就能录取到一个人了 不要小看这本正商 我相信很多前排的领袖 有可能一本正商就录取到人了 对不对 看到吗 所以很多人当做杂志看 不要当做杂志看 公司花了这么多钱 做了这么多工具 我们要每一样用到它尽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还有的是什么 我们还有的就是光碟 DVD光碟 我们来看 有谁认认真真 看公司的全部的DVD 有吗 有 那要认真地去看 因为有的人讲说 我刚刚进来 我没有什么见证的 我跟你讲 我个比那个糖尿病高辣的 很严重 如果他吃了好 有没有这样人家讲过 很多 我遇过很多 四天我跟你讲 那个躺在床两年了 如果吃了 他站起来 我逼啊 他就等两年才做 好不好 他等两年过后才做 Rivet对不对 那Rivet 很多DVD 很多见证了 我们不需要再怀 我们一定要熟练它 我们要去看 看这DVD 看了过后 可能我们就 如果讲 分享 见证的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的流利 那个见证不是别人的 是Rivet的 Rivet的呢 就等于说 就是每一个Rivet的成员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看 那里面还有什么呢 DVD 我们还有的就是 事业的一些分享 有的人不懂这个事业怎么样 还有一些事业分享 我们可以拿来看一看 那还有呢 是什么呢 领袖 我们讲的领袖的一些分享 我们看一下 唤醒你内心的巨人 所以我们 怎么样 唤醒我们内心的巨人 我们看DVD就行了 看到吗 还有就是领袖的分享 这领袖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来到Rivet 他能这么成功 为什么一个成功的人 来到Rivet 他更成功 对不对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在Rivet 什么经验都没有 他也能成功 为什么一些 比较上了年纪的人 他在Rivet 也能成功 所以这些光碟 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 好不好 那再下来呢 我们还有什么工具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 Booklet 就是我们的书本 我们的产品书本 我们有什么产品书本 有Portier的产品书本 对不对 那我们还有就是 Livet Livet叫什么 传单吗 应该是叫传单了 OK 那有Livet 有Booklet 很多人见了一个 Prospect 就是见了一个 客户了过后 他就跑了 他完全 没有留下 一些资料给这个人 而这个人呢 回家 就不知道怎么样 听一点又不听一点这样 又吸收到一点 又吸收到不一点 回家跟老婆聊 结果讲一点又不讲一点 又讲得不清不楚 那你说他老婆会怎么样 直接反对 那至少我们要留下 Livet 我们留下 我们的书本 给他拿回家 对不对 他放在客厅 可能他的老婆看一看 觉得有新气 对不对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工具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公司花了这么多钱 做了这么多工具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去拿来运用 也要很流利的去运用 可以吗 可以 可以那再下来 我们再来看 在黑箱里面有三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工具 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公司制度 那今天我要谈的公司 不是等一下我们的领袖 要谈的制度 那今天我要谈的制度 也不是等一下我们的领袖 要谈的制度 今天我要谈的是 Vivet的表扬制度 因为这个表扬制度太兴奋了 我们来看在外面很多很多的公司 有的公司真的 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我在观察 真的有的东西很奇怪 那我们来看呢 我们想先讲外面的公司 有的表扬制度他就是这样的 他每上一级 每上一级公司会额外的 额外的给奖金 比如讲5% 他在上一级 那公司又要额外的再给他奖金 可能是3% 那如果他在上一级的话 他再会给他一个奖金 可能是2% 对不对 这样的制度 这样的我们讲说表扬制度 或是奖金制度 在外面 都很多人都不愿意去fight 对不对 都不愿意去拼 更何况我们Vivet 老板时常讲的Vivet的表扬制度 是非常的残忍 但是他的奖金制度是非常的 人性化 那我今天谈的是表扬制度 那我们有什么表扬制度 我们有one star 对不对 two star three star 还有elite three star 还有下来就是team elite 这team elite呢 就有什么 有孔雀 团队 由凤凰团队 由麒麟团队 那由天鹰团队 那还有的是天龙团队 还有的就是飞马团队 这个team elite的出现 让每一个Vivet人的心不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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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跳 对吧 你看Vivet的这个表扬制度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没有给任何的额外奖金 比如讲这个人fight到多一个阶级 他有没有额外多给奖金 再多一集有没有额外给奖金 没有 但是Vivet每一个领袖 我就很厉害 为什么呢 没有额外给奖金 我刚才讲的在外面的呢 他们根本都不想去拼 更何况我们的是没有额外奖金 那你说Vivet领袖会不会拼 真的吗 我跟大家说Vivet领袖不单单拼 还拼得非常的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才记得去年的12月 老板一announce team elite 只有六个月 有一个人 用六个月时间而已 拼到最高 那就是飞马团队 那我们掌声给Vivet好不好 没有额外给奖金都这么喜欢拼Vivet爽是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很奇怪 外面的人真的很奇怪 这Vivet到底为什么这么吸引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没有额外的给奖金 但是它背后有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 让我们去拼 让我们去追求 很多人以为在这社会上 单单只是为了金钱 对 如果多上一级 肯定收入都会多 这是正常 在上一级收入也会增加 对不对 但是它没有额外奖金 为什么这么拼呢 肯定后面比钱还要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的存在 那什么东西会比钱更重要 我相信前排的这些领袖 现在他们在拼 钱没有什么了 对不对 后面那种鼓励量 就是我们要的 而我们一直在追求的 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reway人 都这么积极 都这么用最短的时间 而拼呢 因为它是被肯定的 因为它是被肯定的 这个被肯定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如果在外面的话 但是在reway肯定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你看有的在外面 做生意 比如讲我曾经 我也是生意人 做了赚到钱 好像 没什么 没有的被肯定 那在reway 我们会被肯定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觉得这系统简单到 什么程度呢 每一个人进来reway过后 他自然而然 我们不需要去教他 他第一个梦想 他第一个要追的是什么 one star 对不对 我还记得我进来的时候 我看看了过后 姐 我怎样做one star 大多数我们遇到的是这样 我怎样做one star 他自然而然的 那我还记得我拿one star的时候 那时候的表扬大会是在印尼 在surabaya市水 那个时候老板包了两架飞机 非常有姿态 包了两架飞机 但是我很好奇 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怎样包机呢 包飞机啊 不是包机 包飞机 包了两架 我去了surabaya 那天 我被表扬的是one star 到了那个会场的时候 我看那个会场 哇 是在一个club里面 那门一打开 看到那个舞台 我那个感觉 今天我有的站台 拿那个奖 那种兴奋 那种被肯定 上台拿那个奖的时候 领那个奖的时候 都会发抖 都会发抖 看到吗 所以reway 真的能给人肯定 那我在看 我在下面看 我原来要three star 才可以讲话 才可以分享 那我回来 我跟我姐姐讲 姐 我一定要fight three star 结果真的给我fight到three star 三个月过后 又表扬大会到了 我很兴奋 我应该是想了一些东西 等下站在台上 就要跟人家分享 那直到等了整晚 拿了那个three star 下台了 没有得讲话 但是 我知道 我感受到 台下的每一个人 他的眼神 他看着我的时候 好像很肯定我这个人是男的 这种肯定 这种眼神 我很喜欢 这种掌声 欢呼声 我非常的喜欢 那过后 哇 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这种被肯定的感觉 真的很好 那我再下来过后 我再看 哇原来是要elite three star 要elite three star才可以 分享 那我回来 我好 我还跟莫里撒讲 我们一起来 因为他也没得讲话的那个人 一起来 我们find elite three star 上台 分享 结果又在表扬大会了 elite three star没得讲话 elite three star没得讲话 但是我们下节星 在下来的表扬大会 还有的就是你看 elite three star很好玩的 有那个彩带的 哇 steady的了 好像大学毕业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哇 人家一直抓你来拍照的 不要小看 那彩带 真的 我觉得那个被肯定的那种感觉 拍照起来 一看一看 非常的爽 对不对 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决定 一定要分享 结果 在下一个表扬大会 我真的有得讲话了 但是在后台 工作人员跟我讲四天 讲两季 不可以太多季 我说两季只有谢谢 就下台了 所以reway 很多领袖不是因为钱 不是因为钱的 因为背后那种被肯定 有的时候很多商人 很多人在外面上班也好 做生意也好 做得好 没有人肯定他 他只有回到自家 跟他老婆讲 嘿 老婆我很厉害的咧 有没有 老婆讲你笑 对不对 他要老婆肯定他 但是他老婆当无事 没什么事 看到吗 一个人他成功 他一定要被肯定 那我们再认为 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来看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 那个就是价值 这个价值很重要 人的价值 对不对 我们的价值多少很重要 这个 Dr. Kenney 时长跟我讲的 在传销 做了过后 一定很有价值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一个 见证可以这样讲吗 一个榜样 看到吗 所以他今天的价值 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讲 Reway还能给我们价值 还有一样东西 跟价值很有关系的 就叫做尊严 因为 以前 我有时候看直销人 或是看传销人 看得很扁 别人说这个 没有事做的人去做的 对不对 那种没钱赚的人去做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尊严 但是来到Reway 我可以很大声的跟大家讲 他跟其他的直销公司 或是其他的传销公司 不一样 因为在Reway 是很有价值 很有尊严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追求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因为最近我谈的人 比较生意人 有的真的是千万富翁 有的生意真的做得很大 甚至有的真的有厂 做了20年30年这种人 而是真的可以退休的那种人 钱也很多了 他不需要再做直销了 也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生意了 但是跟他谈了过后 这个产品很好 产品用了过后 还会问 我有一班朋友 你能不能跟他们聊聊 他自己本身 也想从事 看到吗 这就是Reway 那如果我们再看外面的 不行 所以刚才我们的领袖 顺利讲的 高价位就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谈的都是 现在是算意 算意谈的 对不对 可能开始的时候就是888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得到 五年过后的Reway 对不对 我们一谈就算意 算意 对不对 对这个很惊人 有很多公司 他连 几百千都不敢谈 他连 百万都不敢谈 但是Reway今天真的跟其他公司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尊严 那还有是什么呢 我们讲权威 对不对 我们在Reway也可以得到一些权威 那这些权威不是说那种骄傲 不是 那种权威是很爽的一种感觉 是大家很愿意 把这个人T out 把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对不对 就好像刚刚我上台 有一班人在那边是天爷 那种 就证明 我们有一班主持 那种感觉很好 那还有呢就是荣耀 有了钱 还有荣耀 对不对 那在Reway能不能得到 我问David就知道 那种荣耀 对不对 因为我在看 David真的是非常棒 有最短的时间 这样上来那种荣耀真的有 那我们来看了这么多东西 到底Reway 怎么样能做得到呢 他肯定是在系统里面 对不对 没有的话 他不会这样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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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争的做下去的 对不对 他肯定这个东西是在系统里面的 那肯定了 那到底他还有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 他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 会议 因为会议 因为会议 能让一个人肯定 会议能让一个人有尊严 因为有会议能让一个人 我们讲说有权威 会议给那个人有荣耀 那在Reway 有什么会议 我们来看看在Reway有什么会议 我先讲大的好不好 大的就好像Galadina 对不对 哇 那个 所以有刚刚去了 Jakarta的Galadina 来挤个手给我看一下 哇 好多人啊 我真的看到后面真的很多人 我现在真正看后面真的很多人 三千五百人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你看 如果做到一个阶级 这个老板真的好 让我们真的感觉那种 刚才我讲的肯定 那种爽 那我们来看会议 最大的是Galadina 大家都有去Jakarta Galadina 那Galadina看到什么呢 哇 七千多人的 看到吗 我们看了 哇 这个场真的不得了 那再下来有什么会议比较大的呢 就是每三个月的表扬大会 我们公司Reway 是每三个月表扬大会一次 很多公司不敢做的 有的省市只是做了一个an or dinner 对不对 一年只做一次 表扬大会也一年做一次 但是Reway公司 每一次的表扬大会都花上 算百万 但是每三个月都做一次 坚持到今天 当天 当天 有很多人被表扬 大家觉得Galadina的舞台怎么样 哇 我不敢相信那个舞台是这样的 他们在讲的时候 那都可以跟我讲我们的副总裁 我那个舞台这样这样安坐 真的吗 看到每一个人都杀掉 那这个舞台真的能让我们得到刚才我所讲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叫做系统 系统一定要背后有人行动 他才能成立的 如果没有行动 只是用嘴巴讲的 他不能实现 所以呢 我们公司一直在背后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天我看到我们的大领袖就是我们的飞马 那一山出来的时候 大家感觉怎么样 那个人头一跑出来 以为他会 这样跑出来 对不对 那个感觉 在台上 升天 哇 好像神这样啊 好像神这样 有哪一间公司 有认认真真去看待这样的东西 但是reway reway 绝对是非常认真看待所有领袖 的阶级 的表扬 那个时候的David我看到了过后 哇 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 呼 太爽了 太兴奋了 那种感觉 所以每个立约人都知道 他看了过后 都会去拼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 这种表扬大会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步骤 公司都很 用心的去做 连他的病 拿起来都是重的 而不是好像 轻轻的 轻轻的 掉的都没有声音的 对不对 那连那个奖杯 一拿起来 呼 就好像拿Oscar奖这样 就好像拿 金铜奖 金像奖那种感觉 呼 那天我看到Victor 他也是呼 哇 这种感觉真的 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是个生意人 在外面 自己做生意 自己做那个拼自己放 自己做那个奖杯 自己在office 跟员工 呼 可以吗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哦 他说我的厂 有几百个员工 那现在 And what do you know 自己搞好像表扬大会这样 表扬他一个人 自己做奖杯 自己自己 自己做自己 自己做自己送啦 那边呼呼 吕吕吕 吕吕 吕吕这个台 不是做给任何人 吕吕这个台 做给每一个吕吕人 这种感觉爽到 难以形容 真的难以形容 没有的话 我们的领袖 Andy说 他不会这么疯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疯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知道那个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那个爽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的表扬大会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再下来还有什么会议呢 还有呢就是 最高峰会议 那曾经有人问过老板 老板高峰会议已经很高了 为什么加多一个最 那不是很矛盾吗 我就是要最高峰会议 他是最最最最高的 对不对 那有去过最高峰会议的朋友们 领袖们 爽不爽 你听前排喊就知道那个爽 到底有多爽 那我可以说我进来过后 我一直都 我的目标一直放在最高峰会议 我觉得这个会议 我不可以miss 我不可以没有去 因为我很期待那个开会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跟我的朋友分享有的时候 他说 我跟他讲 我们最高峰会没有啦 我们是到纽西兰开一个会这样咯 哇 傻 对不对 那纽西兰过后应该多三个月我去 夏威夷那边开会咯 哇 那种感觉 人家会在想 为什么要开会开到那么远 那马来西兰就好了吗 感觉不一样 比如它是最高峰会议 到那边 我很期待那个早上 因为那个早上每个人都会早早醒 打扮得漂亮漂亮 头发酥的steady 对不对 进那个场的时候 哇 那感觉 那个座位 我每一次在这个座位呢 我就有一点点感觉 可以分享吗 可以 这种感觉 也是Reway的一种系统 他是做出来的 他没有讲出来的 但是我们会去行动的 一进去的时候 有的人就坐在前面 有的人就坐在后面 对不对 他是这样的 对不对 有的人在后面 在慢慢排排到前面 我第一次去 我就坐在后面 我在想 如果我可以坐前面 不知道多好 那种感觉 哇 Victor你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一种无形的 但是每一个都很良性的竞争 去拼 那拼了过后 诶 隔了三张椅子了 不一样的 这样看下去 哇 舒服一点 对不对 Andy说 更勾力 他坐了三 多人家三个椅子了 还不够 我一定要坐老板的旁边那边 最近的那个可以吗 很快就 跳在坐在那边 我steady 这样看下去 我看他 他也叫 他叫我师父的 他坐在前面 我坐在后面 我那种感觉 哇 但是你问我 那感觉还不会想去报复 不会 我们会很开心 看到 哇 又多一个领袖起来了 对不对 那种感觉真的很爽 所以最高峰 所以 不要miss 我曾经miss过一次 miss了一次 给人讲到现在 很不好受 所以我曾经跟我讲过 我一定不要miss 对不对 那我miss了哪里 miss了哪里 上海 上海我就没去 你知道吗 一and out出来 谁谁谁谁去上海 又包了私人飞机 这样飞 我在飞机上怎么样享受 跟怎么样享受 去到上海开会 我没去 你说我的感觉是怎样 我在 不可以再miss了 我以后不可以再miss了 对不对 这种感觉 所以呢 reway 它的系统简单到 我们发觉不到 我们感觉不到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去行动的去做 真正系统是行动做出来的 而不是用嘴巴交出来的 如果用嘴巴交出来的 那不叫系统 那只是叫教义 对不对 那reway就是这样的公司 那还有什么会 下来的最高峰会就爽 去哪里 Las Vegas yes 我有得去 我很担心 12月不知道我有得去吗 所以我自然而然会 拼 对不对 就是系统 那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会议呢 最高峰会过后 我们还有的就是好像今天这样的 领袖培训会 这个我真的要佩服 这个我真的要很敬佩 我们的老板 Dr. Lim 因为 因为 我非常清楚很多公司 如果要办一场培训 或是训练的话 他一定会请外评外评 讲师来为他演讲 因为讲师 讲师一流的嘛 对不对 那做就威逼 对不对 那reway他就不一样 他没有请任何外面的一个讲师 一个都没有 那他用什么人 他用reway人 那你问我 很多人 站在这个舞台 分享 他是人生可能吃了50岁第一次 有的人60岁才第一次 那有的20岁也可以站在这边 有的40岁也可以站在这边 对不对 那我要想讲的一样东西 老板这个量 真的很大 老板真正 或是reway真正 在栽培 人才 对不对 他不怕 今天3500人 这个陈四天 到底会不会讲的很好 如果讲的不好 3500人出去了 过后 4500人出去了 从来 Doctor Lim从来没有担心过 再次给我们老板掌声好不好 而我们又有机会提升 我们有机会提升 这个是我们领袖Victor师长跟我讲的 我是没有什么会讲话 但是我很喜欢站在这个台上讲话 哇这个 这个爽 哪一个生意人 哪一个做生意在外面 有这样的舞台 来分享领袖培训会这样的呢 没有 如果一个工厂的老板或一个大生意人 他员工几百个几千个 他说好 我来办一场 什么培训会 我跟你讲 他员工问 要给钱了吗 要给钱没有人来 那今天每一位 付钱都愿意来 对不对 那员工还讲什么 你知道老板 你要我去听是可以 那我的工钱你给我多500 bonus可以吗 老板要讲都没有人要听 看到吗 但是在reway他不一样 每一个人 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 站在这边 跟全部人分享 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 那这个也在系统里面 他无形 无形的就 每个人都会去做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还有什么会议 reway有能力做很大的会议 他也不忘了小小的会议 他也做得很好 reway小小的会议也做得非常的好 比如我们再来看我们还有什么会议呢 我们讲餐会 对不对 大家知道餐会吗 reway人大多数知道什么叫餐会 那你看这么小的餐会 但是不要忘记 每一天 每一天 在每一个角落 不懂在哪里 一天可能几十个餐会 一天就几十个餐会了 那餐会是让人家明白这个产品 了解这个产品 那更小的呢 有的是饭局 就是可能就找到一个餐馆 一个餐馆 就一间VIP房间 一座尾这样 十个人在那边吃饭聊天 那种饭局 我也不知道一天 到底有多少场 那reway还能做到什么 一对一 那不要忘记 要做到大 他肯定还是从小慢慢做起 对不对 所以reway绝对是有这种能力 因为他可以一对一 到到饭局 到到餐会 到到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到到我们的最高峰会议 到到我们的表扬大会 到到我们的Galadina 那你知道吗 我还没开始之前 那我们就有彩排嘛 我进来我看了这个会场 哇吓死人 我没看过这样classroom classroom的那种 那种形式 能这么大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reway真的有能力 做到 那我在担心 会不会爆满呢 还是后面那几排 应该是没什么人 那个是给人看而已 大家把头反过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reway reway有这样的能力 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系统而已 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系统 而这系统从来没有人教 从来没有出什么书本 一部一部教人没有 reway它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去行动去做到的 这就是reway的厉害 如果一个厉害的系统 不需要用嘴巴讲的 而每一个人能做得到 这才是真正的系统 如果一直用嘴巴讲的 而做不到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哈 那个是 教义 未必能实行的 所以呢 reway这个系统做得非常好 但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好 因为reway它有简单的步骤 它就能复制 它能复制 它就能倍增 能倍增 就能倍增成功 这就是reway 那我们来看 还有一样东西 在我心里面 我一直很想聊的一些东西 那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谈谈 因为我爸爸叫我来reway 叫了三年多 我去看的时候 他叫我来的时候 我去看全部都是老人 我在想这间公司能做大吗 没有可能 如果我是一个厂的老板 要请他们做security 做guard 我都不要 因为有的走路 是这样的 有的你跟他讲话讲话 他会 睡着气的 有的你跟他讲 会有心脏病 你叫他开车 我跟你讲 他staring都看不到 怎么开 所以这个一直来在我心里面在想 为什么天下有 一个人 不是人 人物 一个人物 能这么用心 我相信这个人在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很辛苦 如果给我 阿伯你回家睡觉 我没力走 对不对 你走路路都看不好 对不对 要怎么样做 所以这个人物我非常的敬佩 这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的 因为他跟这个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他跟每一个步骤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人物 他不理 他就开始谈NDO 谈没有 一下子就有了 还是照谈 跟他讲系统 听不明白 对不对 对不对 跟他讲步骤 他走路是这样的 他的步骤会怎么样 多辛苦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人是没有理 他以身作者 他用行动 来证明 给这些人看 他每一天都很辛苦 用行动 他知道用讲是不能的 整整两下哭哭哭 整整两下听不 只有用行动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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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过去 今天 五年过后 准备的业绩是多少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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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看那个结果 那个结果有没有 有 所以每个来reveal 第一次来reveal的人 很多领袖很喜欢跟他讲 跟做做就对了啦 对不对 你跟就对了啦 他没有输教的 只有 用行动 来教好不好 用行动来教好不好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行动来教 你认为 一年过后reveal 是不是 全球十大呢 肯定是 而刚才 我要讲的那个人物 是谁呢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short short 对着那班老人 讲到Indian 讲到corpore 还是在讲 那这个人 也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reveal 国际总裁 Dr. Lim Boon Hong 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如果没有他 用行动 来表达这个系统 我相信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边 对不对 那个时候他要对我爸爸讲 你看六十多岁的人 你讲一句他要讲十句的你知道吗 他对着南杰讲 南杰在这边 讲两句南杰就 这种人叫我代我死定 所以我真的敬佩 我们的老板 才有今天reveal这样的成绩 所以呢 我来个总结 系统 到底是什么 系统是一个步骤来的 其实 每一步 我们用心 用时间 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脚印的 去做好不好 因为我看很多领袖 很多人 哇 他有一个下线 刚刚sponsor到一个下线 他就好像大领袖 我跟你说 你要这样这样 这样 是吗 不是 我们一定要好像老板这样 一身作则 我们做给他看 怎么样一对一谈 对不对 我们做给他看 怎样做饭局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做给他看 怎样做 餐会 对不对 那有的人你叫他做餐会 四天不要啦 你叫我上台讲 我不会死的 你说我会死的 那 如果我们 没有以身作则 我们没有做 那我们的人会做吗 绝对不会 他就死在饭局里面了 很可怜 领袖培训还没有去 最高峰会还没有去就死掉了 很可怜 我们不要做这种的好不好 那种害群芝麻不要做 我们一定要做很steady的 一个领袖 对不对 那 饭局 我们一定要懂得谈 OPP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谈 见证 那这些 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 资料全部都有 我们的工具 好好的去用 对不对 要好好的去用 再下来 我们才有能力 我们才有能力 来到这个 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那如果 有一天老板打电话给你 哈喽 下一堂的领袖培训会你谈 老板不能啊老板 你一讲而已 我卡就准了 我不能谈的老板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能做大吗 不能 我们要很敢挑战 这种事 全部都是四战经验来的 我们要很敢的去做 我们要很敢接受这种挑战 那再下来 我们就有 我们的 最高峰会议 那最高峰会议 是一个 很 怎样讲 Top Leaders 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去的 对不对 那种感觉 我跟大家讲 赚钱的还不够 一定要去这个会议 好不好 这个会议去的回来 他就能变Andy Shaw好不好 要不要去 要就要拼 对不对 那再下来就是 北洋大会 北洋大会有的人 Fight到One Star 你跟他讲 北洋大会 你是One Star 要上台领奖 我跟你讲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要上台了 我不要去 你看到吗 有的人来到这样 不要 要来感受这个台 要来感受 我们Fight到他 给到我们什么东西 而外面 找不到的 这个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还有的是Galadina 所以 做每一样东西 从头到尾 他的系统 是简单到 没有人发觉 没有人发觉 简单到 简单到 人家觉得 Rivray是没有系统的 简单到 我也不敢相信 但是 他真正有系统吗 有 Rivray的系统 就是 行动的系统 好不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 再多 再多几个月 再多两个月 九月份 我们的表扬 大会在哪里 在新加坡对不对 那我希望 在新加坡这三千五百个人 都站在台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来我们 再次用 日程书 谢谢 日思天 谢谢我们的 日思天 为我们做了这一次的分享 哇真的 非常的棒 Sanny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认奋 来为我和他讲 非常的精彩 感情